记者李荣平桃源报道,政坛盛传,无党籍的花莲县傅昆奇可能出马参选桃源市长,面对转战桃源传闻,原本闭口不愿证实的傅昆奇,今天上午9时30分公开表示,全力支持陈学胜。 对此,陈学胜受访表示,谢谢,傅昆奇,以大我之心,对我的全力支持,我会全力以赴把桃源迎回来。 陈学胜说,这次选战中,虽多经折难,但他会继续听取各方意见,调整选举节奏及焦点,接地气接民意,会全力以赴, 让他和国民党成为选民心目中最认同最愿意支持的对象,不仅让桃源成为傅昆奇口中温暖的家,在年底选举中要结合所有在野的力量,用选票教训这个不公不义的政府,也会让台湾成为台湾人最温暖的家。 被问到有人说,国民党不重视桃源,推派一位立委差一点都选不上的人来选市长,陈学胜回应说,这诈听似有道理,但仔细深思,却完全不然。 在2016年大选,国民党惨败,区域立委74席中只剩下24席,扣掉援助民级领导,国民党在各县市只赢了18席,他是其中少数存活下来的一席,表示他有战斗的韧性,有陆战队抢他的意志,一定会奋战到底,永不放弃。 至于年底选战如何和议员参选人串联,母鸡带小鸡,陈学胜强调,如果自己够强,别人,议员参选人,就会靠过来,不要勉强,让别人心不甘情不愿的,但是,对于愿意靠过来的,到最后一定会证明,合在一起绝对是一个选战胜选的唯一策略,如果要闪躲的人,最后也会发现自己是错误的。